谭医师,关于Lime disease 因为我们住在马萨丘萨还有纽约 这个Lime disease 好像我们这边New England 这边已经都有了 请你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 或者碰到的应该怎么去处理 谢谢 Lime disease 所以它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困难之 目前中西医民间留法一大堆的都没办法 Lime disease中文叫来武士症 来武士症这个是很少语言语 二十年前根本就没听过这个叫来武士症 没有 二十年前它什么多呢 就是万生体能衰退症得多 人家在这近十几年呢 这个万生体能衰退症没了 大而取决的就是这个来武士症 来武士症呢 那它说就是从绿那个跳蚤哪里出来 这样咬了那些人体 发炎引起的 这个呢就绝对不可以否认了 但是呢它这个来武士症有两种 一种呢是极性的 极性呢你看到它 它并咬到的种 红种 但是这个万生人呢 这个就没有根据的 都是所古迟 人家这二十年了 在美国整个美国呢 这个万生体呢 这个万生体能衰退症 没了 大而取决呢就是这个 这个来武士症 那么为什么美国没有呢 我也怀疑 就是说 当年呢这个万生体能衰退症 叫Clonifatitis syndrome 他们也不会治 而且呢他们治的就是说 治疗的方式呢 都是以吃补充饼 维他命为主 需要用不上墙 原来呢食物疗垮 土方 什么一大堆的 非纯铜的治疗方法 都用上了 都没办法 那么到底 这个来武士症是什么呢 来武士症呢 基本发现 来武士症的那个医生 他现在都不信了 不信 实际上有这个慢性的 来武士症 来武士症 波士症呢 我也有这些 我也有这些病人 他本身呢 就是来武士症 专客 现在已经居然去的专客 就是expert Lime expert 就是说他们呢 这个呢 可不可治好呢 绝对不会 也不会治好 这是我们的方法 我也查过这个上网看过 其实呢 他相当于 这个 这个 整神经营 整神经营 就是这个 occipital neuralgia 就是说 他这个整神经受伤了 就是说 他也是这个斜方肌的地方受伤了 一般呢 凡是 Lime DC的 来武士症呢 我们都可以在 这个 GV18 17 还有这个 BL9 夜震 就是这整个地区 都出现了明显的压动症 还有呢 他这个 一个 一个 就是这个 斜方肌 还有一个 松手的突击 这两个地方 就是供应 这个脑子存完 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 多做文章 这个病 可以完全康复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自体免疫功能 我们也要配合这个 就是松 12347 配合这几个 乃鲁士症 完成可以治哦 谭医师 非常谢谢 这样我可以 安心一点 因为这个 夏天到了 我要去的地方 很多都有 这些问题 谢谢